悠悠 星座运势 嗨 大家好 我是悠悠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天蝎座满月 危机感出现了一周 天蝎座满月给我们带来容易焦虑 质疑 阴系小的风声就引发敏感情绪的爆发 部分星座可能会接触到一些专项 太阳和水星很适合做企划 构思 学习 理财 备考等 部分星座思考趋于务实 缓慢 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2星座5月4日到5月10日的运势 参考太阳星座和上升星座 本周运势红榜 学习提升 处理座 个人成长 摩羯座 工作进步 狮子座 本周运势黑榜 工作危机 水瓶座 感情矛盾 金牛座 情绪紧绷 天蝎座 白羊座 综合运势四颗星 事业上本周将更有专注力解决实物 工作容易有精神的一周 爱情上本周可能深层的思考起人性 但小心要部分猜忌陷入情绪的黑洞 一旦做了某个决定 就很难是关系再回到往常了 财运上思维与表的方式变得更从容不破 可能慢慢开始关注自己的财运起伏 开始思考理财计划 产生赚钱想法 对自己物质的规划 注重稳定性与能够实施起来的计划 本周在财富方面可能有某个双围的消息 但需要控制自己的狼子野心 建议见好就收 事业上本周耐心学习 产生投入 金牛座 综合运势三颗星 事业上本周你的情绪很飘荡 也特别想要与过去说再见 切断自己某一些念头 工作上思绪状态很不错 适合学习 创作 规划的一周 爱情上你的感情与人际关系 正处于一个危险的阶段 许多真相都将浮上水面 让你看清之前无法认清的需求 过分猜忌与胡思乱想 都可能引发伴侣之间的战争 与情绪上的不适应感 财运上本周适合你盘点财物 但注意迷糊开箱 学业上本周学习效率不错 你能够极大精进自己的学业 顶刻的感悟 优化自己的理论体系 双子座 综合运势四颗星 事业上本周一直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 你有一种危机感 需要开始起身体力行 处理工作上的任务 担当起生活的责任了 也最好注意一下身心健康的波动 部分人可能会有一些健康的诊断 爱情上男女关系有些暧昧不清 注意朋友之间的界限 可能有些暧昧的言辞和举动出现 本周不是脱单的好时机 很容易逃避现实的责任 调域上本周有财神爷眷顾 有物质享受 学业上本周思绪状态走低了 可能进入比较迟钝的时期 你可能有特殊的灵感和梦境 但是在工作和学业中可能会造神 巨蟹座 综合运势四颗星 事业上本周是团队合作 社交 开拓客户的好时机 贵人与旺盛 也很容易和他人达成共识 或者认识到身边真正被你有帮助的人 爱情上你对爱人与身边亲近的人 都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 本周可能会让你有一个情感上的觉悟 可能会给你带来伤痛 但也会让你更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需求 部分人会有一些关于子女的消息出现 财运上本周忙碌于投资 理财 借贷 护者保险事务 适合做进合作来生财 学业上本周的学习灵感多来自于周遭 他人的观点会启发你很多 狮子座 综合运势五颗星 事业上虽然你的工作将越来越忙碌 也有很多个人目标开始浮现 职场上愿意表现自己 但实则还是有很多内心的情绪需要处理 尤其是独处之时 仍有一些灰暗的想法出现 家人的健康也是需要注意的 爱情上对你人际关系很热情 保持着对周围人的友善 但是内心深处你有很多迷茫 不知道该如何信任 树立自我保护的防线 财运上你的工作状态很棒 适合注重当下 用务实的态度面对任务 这样本周会有很大的长进 事业上本周学习状态很不错 除你做 综合运势五颗星 事业上一直处于理性思考的你 本周给了你一个情绪宣泄的表达出口 但也可能从与他人交流中体验深刻 发现一些真效与往常没有的感悟 最好避免在本周做决策 无法理智看待 爱情上虽然你本周会很理智的思考一切 但依旧对关系有持续的迷茫 避免自己欺人躲避在自己的幻想中 本周适合你用务实的态度归犯未来 和对方做一个深入沟通 你会发现很多根深蒂固的心结和难题 将会由刃而解 逃避不能解决的问题 财业上本周工作精彩不错 学业上本周学习状态很棒 适合抓紧突击 天秤座 综合意识四颗星 事业上工作有些走神和偷懒 不过你会有很多潜在的灵感 也非常适合处理财务问题的一周 爱情上本周活动能量很高 适合参与各种约会 活动和伴侣出去交游 感情适合做一个深入的沟通 你会发现彼此内心深处的想法 财业上本周可能让部分天秤 在一起财务问题 有关合作的分成 夫妻的共同财产 或是一些个人所得 投资理财的领域 都可能有一个结果出来 学业上本周学习运不错 但有些拖延症 天秤座 增和运势三颗星 事业上有一些人际关系 对你来说很重要 可能目前是一个合作的高峰期 或者你需要和他人交流 促进想法 爱情上本周情绪起伏较大 非常容易有深刻的体悟 小心过分固执己见 或是情绪化导致伴侣之间的摩擦 也可能通过与他人的交往时 发现自身更多的目标 避免情绪走极端 财业上本周是偏财运很旺的一种 有一些不知不觉的进展 学业上本周学习状态很务实 你可能有一些深刻的认知出现 发现以往没发现的规律 对你来说 本周学习效率是绝佳的 可以找到很多真相 心思突破 射手做综合意识四颗星 事业上你也许刚刚开始进入工作的状态 收敛完信 再有一些事情找上门来 你也可能潜意识中有一些不安的感觉 心思浮动 你需要先调整状态 心理排毒 才能够更好地迎接现实生活 爱情上本周感情不错 不过你有些逃避核心问题 或者缺乏靠谱规划 避重就轻不利于你做承诺 但是闲聊八卦可以增进感情 小运上本周吸机能量很强 只要努力工作 认真执行工作计划 你会发现本周突破性猛 尤其是自由业和创业的设施 有机会促进大订单 学业上本周学习状态 渐入家庆 务实的态度有助于学习 摩羯座增同运势五颗星 学业上本周需要思考 如何平衡好个人喜好和责任 想要做的事与必须做的事 工作上应当更放开自己的思维 融入创想 不过你可能有一些关于人际关系的感悟 朋友会引起你情绪的起伏 小心因为想太多 导致一些假想敌的出现 爱情上本周可能会变得更上的沟通 接下去会有很多交流 本周如果分辨友情与爱情 也是需要面对的 即使不设有些社交关系 也可能总向终结 场面上本周是很努力赚钱 虽然有一些压力 但是还能维持局面 学业上本周适合学习创造性的学科 或者发展自己的爱好 水瓶座 综合运势三颗星 事业上你的工作上出现了一个 想要执着的目标 或者有一些工作即将进入收尾阶段 也可能容易对某一个长辈上司产生不满的情绪 总之现在不是一个职业规划的好时机 爱情上本周聊得很愉快 可能因为吃客玩乐或者聚会 有一些额外的开销 有半的水平 家庭生活高峰期 目前很享受这种安逸的感觉 财运上有迷糊消费的一周 注意理财 学院上本周学习效率还不错 满工出席活 没有太多的灵感 双鱼座 综合意识刺客星 事业上本周特别想要获得某个确定的答复 也容易显得过于坚持自己的想法 有言不尽 你也可能会质疑自己一直相信的某个答案 某个未来的规划是否正确 有些双鱼 出行运旺盛 可能有出差 旅游 跑动 爱情上本周和家人关系不错 但是你有些逃避现状 感情上缺乏担当 财运上本周财运贫 学院上你的求知欲可能开始变得强烈 不凡人会对学业产生危机